掌柜说西游记 第34回神鬼妖魔 这回咱们这算是一个科普文章 是 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历史爱好者 我认为我讲的西游记啊 都是科普文章 其实我发现大家对好多古代的这个神鬼妖魔呀 缺少最起码的知识 西游记 你要是不懂得这些 你说你可怎么看得懂呢 是吧 说你没玩过魔法门之英雄无敌 你怎么看得懂魔戒呢 所谓的妖怪 其实都是生命向更高以及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中国的神仙体系啊 其实很复杂 就是各种分类啊 很多啊 要说要说这个就没完了 是吧 咱们就按照明清小说中 啊 比较常见的这些方法 我给大家讲讲 是吧 说 在这些小说当中是怎么分类的 我以前认为大家懂这些 但是现在看来可能可能不懂的是 是大多数人 那咱们就讲讲 一般来说呢 分类有两种 一种呢 是咱们按照修炼的方法分 那就分三种 对吧 一种就是传统的自然力产生的生计 你比如说 孙悟空的诞生 就是自然力产生的生计 它是受日月精华 由石头变成猴子的 白骨精也是 是吧 它们的共同特点 就是不是自主修炼的 它们是被修炼的 靠晒太阳升华的 那些现实世界中的白骨精 大家听好 你们的诞生啊 是靠晒太阳的 第二种就是 就是自己主观努力的结果 这就是修炼呗 什么修炼呢 什么吃丹呢 你比如说道家的神仙 就是这样 也有一些呢 靠晒太阳升级的动物 你比如猴子 它后来通过 通过修炼 成为孙悟空的 但是这是第二种 这就是主观努力的结果 第三种呢 就是按照 按照外国宗教去去修炼 那那就是你比如说 修佛 是吧 修佛是不分物种的 只要有蹊跷 都可以成佛 猴子最后就是 就是从妖 对吧 成为佛的 其实也有这样一种 一种意思 就是就是道家的修炼呢 还是讲出身的 你是什么生物 最后你能达到什么程度 但是佛家呢 就是不讲出身的 这就是佛家的平等思想 于是这就是第二种分类 就是按照出身说 神鬼妖怪 还有这么一个分类 按出身分的 首先 是吧 咱们咱们讨论人 人和鬼 其实是是同一个系统的 有肉身的就是人 人没有肉身的就是鬼 人和鬼是相互转化的 这就是生和死 鬼也有生和死 鬼的生就是变成人或者动物 鬼的死就是变成瞻 瞻就是到了另一个维度的世界里去了 你比如说黑洞里的世界 我们不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因为没有鬼变成瞻以后啊 回来的 从来都没有 鬼有一次机会受到天神的策锋 成为神 所以所有的神都是一般的来说啊 都要先做鬼 然后呢 被被上天策锋 成为神 反正反正至少按照 按照书上说 这是这是正途 所以神包括两种 一种是人死后变成鬼 然后生机为神的 另一种就是动物死后变成鬼 然后生机为神的 神的前身 一般的来说 按照正统的理论 一定是鬼 人比鬼啊 更有灵活性 因为什么呢 人可以通过修炼 延长自己的寿命 这就是先和魔 有趣的一件事 其实是先和魔呀 死后都可以变成神 这个这个 我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历史了 是吧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明白 先和魔 这这就像我们说的好人和坏人 一个人 他是先还是魔 取决于他在哪个故事里 你说那个那个安倍啊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这取决于你是哪国人 先和魔从本质上说是一样 是吧 都是人的生命的延续 因为你生命延续了 你就会有更高的智慧 哎 你就有更强的力量 但是先不是神 先还是人 因此他的 他的生命也是有尽头 尽头就是鬼 至于你能不能成为神 那其实你先死了再说 你要看你死后 被不被上天接纳 鬼也可能通过 通过生变成动物畜生 同样 是吧 动物死后呢 也可以变回鬼 而且动物转化成的鬼 也一样有机会被封为神 甚至于动物和人一样 动物也可以在他的动物期间 延长自己的生命 通过修炼 动物修炼以后就成为妖 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记清 仙和妖是不同的 人修炼成为仙 动物修炼才成为妖 人和动物或者仙和妖 那死后都是鬼 都可以变成神 于是围绕着这个神的这个名额 分配的问题 是吧 曾经有过一次战争 记载这次人和果 就是说人和动物 就是仙和妖之间战争的 这部书就叫风神演义 风神演义 就是代表人的产教 和代表动物的结教 之间的一场大战 人类中阵营中挑头的 最厉害的角色 就是那些仙 在动物装中 最厉害的角色 就是妖 风神榜 风神演义 其实就是魔兽世界 人和兽 仙与妖的一场大决战 干嘛花那么多钱 去看那个破电影 是吧 你买一本风神演义 回家看看不好吗 其实比那个精彩的多 真的 我们的咱们的文化呀 太需要大家仔细读读了 真应该咱们花个三十亿 五十亿 拍一部风神榜 展现那些 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等有机会啊 给大家讲讲风神演义 那才是一个少而不移的故事 血腥到窒息 是吧 当你看着人被当作说说低等生物 就像我们现在拍蚊子那样 拍死人类的时候 那种震颤 真的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人变仙 人变成魔 动物变妖 是吧 鬼变成神 也有 有没有说不经过鬼这个阶段变成神的呢 有 是吧 有从妖直接变成神的 谁呀 孙悟空 是吧 孙悟空是被招安的 你先得闹事 啊 说神现在最后 神 治不服你的时候 哎 他会招安你 也是 也是从先就变成神的 不经过死 是吧 你看你看那个八仙 是吧 从从先变成神的 八仙也是 但是八仙也是闹事以后 是吧 被被奉成神 被奉成神 从先直接变成神 这其实揭示出 说说从先变成神 或者说神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一个问题的 本质性的问题就就揭示出来了 虽然说你看各种的啊 法律 是吧 神仙界的法律都是规定 只有鬼可以变成神 但你会发现 也不全是 其实这件事啊 是这样的 神和仙和魔和和妖 是吧 其实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神和仙魔妖 它区别在哪 你知道吗 是你住在哪 只要你住在地面 无论你住在哪 都有污染 所以你的寿命总有尽头 只有你住到天上 你才能摆脱那些污染 这样才能永生 你记着啊 神是神的标准 就是住在天上 这是在 在天上 有住房的人 神和仙 概念上的区别 告诉大家 你再有钱 是吧 在神仙的世界里 你没有住房 你也算不得神 你仅仅是仙 这个世界属于你 暂时的 除了咱们说的 人 鬼 畜生 仙 妖 这些概念 还有其他能变的 谁呢 你想想 孙悟空 孙悟空到底算什么呢 孙悟空最早是石头变 他是石头里变出来的 是吧 这种从非生物变出来的 就就类似于说 什么还有呢 说石头变猴 是吧 石头变成的石猴 还有琵琶变成琵琶 是吧 绣花鞋成精 这都是从从非生物变成生物 这个严格的说 这叫灵 灵 但是通常把他们划入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一旦成了生物 从非生物变成了生物 他们就开始沿着生物的这个方向 去沿着动物这个方向去修炼了 他们不是人 所以他们被归入动物算 这就是妖 精修炼 就灵修炼的终极目标 就就是妖 所以你看 我们说孙悟空是妖 就是因为他开始的时候是灵 后来呢 后来他修炼了 他不是拜了师父了吗 修炼了 他就成为妖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就是非生物啊 他被鬼附体 你比如说那树 大树 他突然会说话 这就是被鬼占据了位置 这叫什么 这叫精 难道说精灵精灵 其实精和灵不一样 树成精了 是吧 那就是树精 并不是说说说树 并不是树修炼的结果 而是而是有鬼附着在树上 他还是鬼 他本质上还是鬼 精和灵是不同的是吧 灵还是还是这个东西 是受了日月精华有了生命 他从无到有 而灵是而精呢 精是被被附着的 就没有 他的他的身体是被别人占据了身体 那那咱们给给大家出个题目 大家听懂没有 你说白骨精是什么 当然这不用说 最终他是妖 是吧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那他是他是灵变的妖 他还是精变的妖呢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问 他是被附体的 还是说从日月精华当中变化来的呢 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结论 是吧 我问的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我自己是认为啊 白骨精是零 原因的是 是白骨精死后啊 背上有刻字 写着白骨夫人 无论是别的什么东西 什么鬼附着了白骨 是吧 也不会刻上被附体的原来那个人的名字 白骨精是日月精华所化 而不是被附体的 所以白骨精是零 我们再分析一下 孙悟空的人生轨迹 孙悟空的出身 其实和白骨精一样 都是零 然后呢 白师 是吧 从零修炼成零 但是白骨精就就停在零这个级别上 就就无法再前进了 孙悟空就不同了 孙悟空先是大闹天宫 是吧 这期间他有被招安 被称为齐天大圣 这就就是实际上就是神了 是吧 确实是神 为什么人家孙悟空分到房子了 你记得吗 虽然说地理位置上远了一点 那不那不也在潘桃园的边上吗 齐天大圣府 你记得吗 这猴子确实曾经是神 被允许住在天上的 住在天上 你就不会衰老了 但是他这个神啊 他和所有被招安的那些官员是一样的 就你这个神 你是暂时的 随时都可以把你拿掉 孙悟空最后不就 不就又被打回到腰 被压在五指山下 随后孙悟空开始了另一条修炼之路 就是修行为佛了 他得从腰到神的路再也走不通了 于是他开始修炼成佛 你去想 其实这不就是吴承恩的那点人生经历吗 现实世界中人要是做官 在神鬼妖魔的世界里 最高的境界就是做神 无论你是什么 只要你在人间 你都只能是延续你的生命 延续现在的你 但是你摆脱不了大限 是吧 这是早晚的问题 但是你住在天上就不同了 是吧 在天上你是不会老的 这就是大家一定要成为神的一个原因 但是天上的地方是有限的 是吧 玉帝是最早懂得说 说这个商品房要限购的人 在哪拥有住房 是吧 在神仙世界里 这是个标志 神仙啊 其实你要想明白了 神和仙啊 这是一个 这是个什么呢 这是个房地产的问题 好了 这一回咱们的故事先先讲到这里 我们的故事下一回 继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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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